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台风天大家都还平安吗 放了两天台风假 现在南部还在放假的情况下 台北股市也发起了台风 今天大跌752点 而且开盘一度有跌到900多点 只是今天的量能是说起来的 而且可以明显看到贵买的强度 是优于大型全职股 好好像是一个资金并不想离场 还是在做轮动的状况 而且昨天晚上的美股已经止跌啦 那我们下礼拜的台股 到底有没有机会也迎来一波止跌 甚至反弹呢 就要来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咯 好第一位是股科大夫龙一生Eason Eason要来帮大家解读 其实今天外资的卖超高达800多亿 是今年第二次外资卖超800多亿了 上一次是4月的时候 但也证明了一件事 4月即使历经了这样一波的血洗 我们还是重现多头继续往上涨 那这一次的情况会有不一样吗 到底小股民们要注意什么 现在在美股的情况跟台股都一样哦 其实跌的叫做大型全之股 我们看到台积电今天一度逼近季线 连巴克广达都是破季线 可是小型股有些非常厉害 所以等一下Eason会告诉你 如果要避风到小型股 电子有哪些选择可能是记忆体哦 另外晚上奥运要开幕了哦 奥运相关的概念股现在也很厉害 等一下Eason帮大家做分享了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基金医生志愿哥 看看志愿哥的衣服 他说因为晚上的美股需要一根大绿棒加持啦 好是有机会的 因为现在美股的盘前是呈现一个上涨的 美股其实昨天就只跌了 那台股有没有可能跟着也只跌 还要看谁的脸色 要看日币的脸色 为什么是日币 因为日币的升值跟升息 可能造成了连锁效应 是这一波股灾的来源 那志愿哥会分享 日币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的股灾可以做止血 当然如果现在大家想要讲ETF 等一下志愿哥帮你列出来了 要减市值型的吗 要减费半吗 还是要减金融跟传产相关的ETF 今天有个大补帖的教学 好第三位是我们的外资捕手 也是九额王子不如 昨天有人开法说 谁谁台风天开法说 就是日月光 好可是日月光法说会上利多敬献 却吃一根跌停板 外资出了好几篇报告 光看表面觉得外资没有意思 要看控日月光 今天不如来拆解了 最近很多大型全职股 国具台达电日月光外资 都出现报告 可是大家有读懂吗 搞不好里面对他们 是比较负向表列的 另外今天的风度图会告诉你 中小型股现在是一个 无风无雨的状态 但是有人即将要吹起旋风了 会是谁呢 好首先有请谷克大夫 好我们今天又共创历史了 之前是不停的往上涨 对创新高的历史 现在是往下跌 动不动就史上第二产 史上第二大 今天又史上第二大跌点 而且外资那个卖潮也是排列前名 是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下周该怎么做 对 可是大家你去看一下历史的话 通常这种外资大卖潮 八百多亿 那后面很容易引发这样子报复性的反弹 那我觉得下礼拜还是蛮有机会的 我好像礼拜一听你说过类似的话 你结果礼拜二就谈 对结果礼拜二就谈 然后我还跟你说三天之后见 有没有印象 有 然后就果然就三天之后见 这三天也是这个跌的稀里花 特斯拉跌十二趴 谷歌跌七零八趴 这两个公布财报之后 都是没有考到一百分 大家就对他失望 特斯拉本来就烂了 特斯拉 大家就不对他暴雨 暴雨这个希望 但是财报出来 大家还是再砍他一刀吧 补他一刀 那谷歌的话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广告收入 没有那么的好 在YouTube的部分 是 那所以就是大家觉得说 AI到底投了这么多钱 能不能够收得回来 所以其实在整个AI股 还有科技类股部分 近期跌幅都相对比较重 那包括费办 从这个川普被开枪的时候 开始到现在已经跌了 十几个percent 但是我们看到美股的结构 现在很明显的 往中小型股去走 罗素两千 其实上次跟大家讲 是在这边突破的时间点 其实突破之后 蛮强势这个走势 就在高档进入一个震荡 当然你如果把这当作说 一只股票的话 是 有没有很像这种强势股的 这种走法 高档震荡 不像我们台股是这样子 大盘 大盘是往下掉 但是中小型股 他们是往上涨 所以资金现在看起来 轮动到了道琼 以及罗素两千 那看起来是一个 结构性的转变 所以不是全面性的下挫 那台股的部分 同样在加权指数 也是从高档 一下子就回了 快要十趴了 已经今天 回这到月线以下的 这个位置 那短线上的话 在大约两万三千八百点 以上的这个压力 是蛮沉重的 那今天低点相对重要 因为今天低点 早上一开就九百多点 低点最多到九百多点 可是三分钟内就止跌了 今天最低点 是出现在开盘三分钟内 三分钟 对 然后大家要在干嘛 大家可能紧去厕所里面 看一看之后就出来了 厕所满了 对 满了就出来了 所以今天没有一个 这个开盘之后 没有再续错 那没有让整个量能 爆成这种大量下沙的一个走势 那既然没有 就是可能还有部分的 这个买盘还在观望 没有说今天这个 就有恐慌性沙盘的话 那我觉得下一周的上半周 可能还是进入下 这个震荡的 这个状况是会比较 比较有机会的 因为上个礼拜一 这个礼拜一 这个礼拜一大跌之后 那过了两天 融资的卖压 融资断头的卖压 如果出来的话 在今天跟下个礼拜一 那如果今天这个大跌 再造成融资卖压的话 那就是下个周的上半周 所以合理推估 下周的礼拜三 礼拜四之后 应该会出现 比较明显的报复性反弹 要到礼拜三跟礼拜四之后 那不剩礼拜五而已吗 就三四开始 就会出现这样 下半周比较有机会 对 那如果快一点的话 如果硬要拉抬 可能就上半周 但是我认为最好是 再让这个符合再清洗一下 再清洗 再让大家有耐心一点 没有耐心的出场话 周一周出场之后 那礼拜三礼拜四 就会一个像样的反弹 那后续还是要注意 在科技股的财报 以及回答的八月底的法书 那我们看到台股的结构 同样是贵买 是比加权来的强势 加权一下子就跌破 到了这个际线以下 那今天跌了三点多趴 可是贵买今天才跌一趴多 而且贵买收出一个 非常长的下影线 上一次四月份回档的时候 贵买跌了八点一趴 那这一次跌了八趴 刚好一个对称的幅度回来 其实我们在四月份 已经历经过一次 对不对 所以大家也不要陌生 也不过就在三个月前 同样的巨马在上演 而且还同样都是台积电 法书会过后 一破下跌 而且都是台电法书会讲的不错 所以大家这个高档发利多出来 利多不涨 我觉得这个就要稍微脚底抹油 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们看到在期货的部分 那期货上礼拜跟 礼拜二有跟大家看过这个图 这是谷克大夫每一天 自己用手画的每一根线图 哇塞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很整齐 好像电脑列印出来 这个是用手画 画习惯了 这个方格子 那现在看起来 在这个跳低往下跌破之后 马上这个压力差不多是在两万两千六到两万两千八 这个地方 我觉得要碰触 甚至越过之后再回撤都没有关系 但是起码要来撤这个地方 我觉得台股才算真的脱离险境 那目前短线上来说的话 只要过了两万两千二 就会开始启动这样的反弹波 所以今天晚上的夜盘 应该就有机会 有这样子一个反弹的走势 但是我觉得重点还是下礼拜一 礼拜二 美股要续涨 那包括辉达在昨天的这个走势 也收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下影线 那所以今天可以注意一下 废半有没有像样的一个反弹 那这个比较坏的就是外资的进空单又加空 今天加空四千五百多口大台 对 那又来到三万七千口的空单 而且小台 我们暂时把它当作是一个散户指标来看 打死不退 这已经被咬住一段之后 再往下跌 礼拜二的时候稍微减码一些些 反弹起来减码一些些 那今天又在进场做多了 是而且这个比率真的很高 对 那但是以过去的就是可能去年的这个散户筹码来看 它如果完全是一个逆向指标的话 大概到二十%以上就已经快到顶了 可是这一次比较反常已经来到三几% 其实这几个月都是 就是因为小台的保证金越来越贵 它已经越来越没有那么散 所以未来有这个微小台出来的话 微台我觉得那应该会更具有代表性 微台期现在好多期货商已经在帮忙做广告了 对 还送什么机票什么的 希望大家来参与 我好可怕 对 就是希望大家再没钱也要来试一下台子 试试看 有个概念也不错 避险或套利 避险或是做方向交易 那台股目前的话 今天早上台币竟然还是升值的 对 这真的蛮诡异的 是 结果这个外资竟然是大卖八百多亿 台币今天还升值 这个真的是结构上有点 有点奇怪 有点矛盾 对 下个礼拜持续注意一下 台币升值这个走势可不可以再持续 那我认为因为日币短线上极深 等一下志愿哥会跟大家讲 这个前因后果 那美元如果一旦开始走弱的话 那台币其实蛮有机会再走一个 升值出来的这个走势 那后来呢 我们可以去去注意一下 回答这些科技股的这个反弹 可不可以更持续酝酿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现在的话呢 贺锦丽跟川普 已经开始变成五五波了 那这个对于整个电子股的这个下挫 我觉得要后续注意一下 川普的这个支持率 会不会又再拉高 那所以呢 八月份的这个期货开仓呢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个区域 那之前跟大家说 期货开仓之后呢 如果多方或空方占有优势 咬住其中一方的话 其实到这个月份的合约结束之前 都比较容易是 那个方向是比较优势 那就是说这个月是 基本上已经是空方控盘 所以到八月中之前 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谨慎一些些 所以呢 这个中大型股建议大家 现在已经很多都快回到季线了 像这个广达比较弱一些些 广达破季线 才一点都差一点 对快到了 那像这样子的话呢 建议反弹到月线左右 可以先做一个减码 反而是建议大家 如果反弹上来 先让自己压力小一点 对不对 对 如果你是高档重仓 已经套在高档的话呢 那建议反弹起来先减码一些些 因为这种状况 要一次直接V上来 这个真的难度是非常之高 这个等于说要让过去 这大概两三周的 这个朋友通通都解套 那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比较困难一些些 那如果是已经头部成型 譬如跌破两到三个月的平台 开始有这样整理 整理跌破区间的话呢 那这个要小心 这个不管有没有弹起来 可能都要先进行减码 那另外建议呢 最近可以转移到 像小型的这个类股 或者是非电的股票呢 去避避风头 因为最近的话 贵满相对是比较抗跌的 那哪一些股票 我觉得到这个位阶 可以低阶的 好久没有讲记忆题 刚刚还在想说 这一次难道跟四月那一次 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位阶不一样 可是经过这样的洗礼 你看四月那波 也是V起来 难道这波就不能像那一次 一样V起了吗 也不过一季之前的事情而已 但上一次我们可以看到 四月份那个时间点 这个时候离这个月线 并没有太高的这个乖离 而且它一下子下来 就打到季限 就破两万点那时候 可是现在这个幅度 以上是两万四 对 还要更多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 以一个筹码 跟其他这个状况看起来的话 以及美股这个状况 比较难是再V上去 但是如果要避风 现在电子股 你的最爱又来了 你觉得记忆体可以留意 为什么是记忆体 好久没讲记忆体 那我觉得现在 第一阶机会又来了 那海力士公布 他的这个财报之后 那他也说 他的三成的产能 都要移去做HBM 所以这个就压缩到 原本DDR4DDR5的 这一个供给就会减少 所以刚好记忆体 这一波有拉回 那我们帮大家看一下 哪一些股票 都已经回到一个 价值投资的位置 那像那个望虹 这已经在低档 也不会跌到哪里去了 然后华房电的话 是最近才刚破低 这我觉得可能要稍微 等待一到两周 不再破低 那大幅比例算是集中 好 威杠的话 也是近期持续破低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一个分两三个月 慢慢的去减 那在记忆体的这个模组里面 他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指标 那另外在实权 前阵子因为有高层卖股 那现在拉回来之后 我觉得也来到一个价格 比较稍微适当的一个价位 他真的卖在不错的位置内 对 真的是消息灵通 那我们就看什么时候 有机会他可以再买回来 那在望宏部分也是 低档就在这个地方 在25块 今年低档在这里 那这几头也不过就回到今年低档 可是最近我们看到 外资非常的捧场 包括借券空单也都在补 因为这个图形的 这个版面的关系 大家如果看到的话 借券空单跟外资 都是一个正向指标 那成交量现在刚好又拉回量缩了 所以我觉得低档区又来了 那这个地方可以去注意一下 慢慢的减 应该是可以的 那在金奥科的部分 主流的这个记忆体厂 都去发展HBM 所以呢 包括这个DDR3 DR4都是产量有限 那大户基本上维持一个 比较稳定的状况 那目前就等待他一个带量 反共吹起一个号角 那今天又来快要测试 今年的低档区域了 那我觉得九十一块 九十块以下 应该都算是蛮便宜 蛮甜甜的这个价位 那大家不妨有耐心一点 做个长期的投资 好 经济体的中小型股 相对是蛮多的 是 那另外就在奥运题材的部分 今天晚上要奥运开幕 那包括巨蜡 美利达 脚踏车的部分 还有球鞋的部分 其实近期呢 都开始股价有些表现 那巨洋也跟大家讲很多次 也就是如虹 最近也被带起来了 在纺织的部分 美利达的话呢 可以看到 在第二季库存天数 已经明显下降了 那在中国市场的话呢 销售台数 已经年增一点一五倍了 那在整个产品的单价 也做个提升 那目前开始进入 这样一个上升的周期 但是美利达可以看到 这个好像这个 脚踏车齿轮 有没有 都是很容易来来回回 所以呢 这个短线急涨 又到高大厂附近的话 我觉得稍微等他一下下 但是呢 这个已经开始要走回 这样的上升趋势 这边是因为投信大卖 这边应该是ETF换股 投信大卖 可是呢 卖完之后 我们看到外资 却是一路的都在买 所以整个重码面 还算不错 那另外在巨洋的部分呢 那也是之前 有提醒大家 突破了八个月的区间之后 应该不会只跑 一个多月就结束 那大户也在默默地吃货 包括投信呢 也是六月开始 就进行这样的扫货 那他也用AI 去节省人力成本 然后过去老师傅 要调色 非常花时间 他现在用AI呢 就可以取代 这样子一个人力状况 那在第三季 也进入到传统旺季 所以营收呢 应该第三季 第四季都有机会 季度突破百亿的大关 所以仿制类股部分 他现在这个走势 比如虹还来的强势一些些 大家可以注意 好 这边非常谢谢 谷克大夫 容一生